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月6号星期一 今天跟各位聊一聊 在文革中被迫害逼疯的 一位中国当年非常受欢迎的女演员 叫杨立坤 杨立坤是云南鱼族人 他非常著名的代表作 有五朵金花中的最美丽的那一朵 还有阿施马 阿施马直到今天还成为云南少数民族的 一位美丽的类似于女神式的形象代言人 而且还有一个著名的 云南卷烟厂生产的著名的烟卷 烟卷的商标名称叫阿施马 所以阿施马又既成为旅游的象征 歌舞文化的象征等等 很多的 就是说应该说成为云南的一张文化名片 这个五朵金花 这个杨立坤演的时候呢 出演这部电影的时候 她才17岁 据说还不满17岁 是一位非常天真 纯洁浪漫的少女 她演这个阿施马的时候也不过是22岁 所以是处于非常这个在 应该说是在青春最美好的时段留下的一目形象 而且她的形象不仅端庄大方美丽 很美丽 焦羞 淳朴自然 应该说用一切美丽的迟早来形容都不为过 本来是一个在人的最黄金时段 成为那么受人欢迎 亿万观众都欢迎的这样一个一目形象 当时也得了很多的奖 据说是得了一个亚洲地区的 那个最佳女演员的银银奖 还后来呢她这个影片呢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在很多几十个国家都深受欢迎 尤其是东南亚一带非常欢迎 就是这样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 到底在文革中她犯了多大的罪 为什么有人处心积虑的要把她 对她进行这个特别严厉的这个迫害 甚至最终把她逼疯呢 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这个应该说到今天 都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你想想一位女演员有多大的罪行 为什么要对她进行那样疯狂的迫害 据说她被迫害的时候啊 是头发被揪 一桌一桌的被揪下来 然后让她跪在那个瓦茬 你知道瓦片那个碎瓦片啊瓦茬 你要是穿着单裤 或者是裸着腿跪在上面的话 很快就是血肉模糊 然后用铁丝 粗铁丝把它五花大绑绑起来 一个女演员用的这样 用粗铁丝把它绑起来嘛 所以她遭受了各种非人的折磨和待遇 打耳光 什么剃阴阳头 最后呢把她的头发都给 有的是揪下来的 有的是剃下来的 对她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人生的侮辱 然后把它关在地下室 离地面有四五米的这个地下室 还关到舞台的台下 阴暗潮湿的地方 她半夜这个呼喊 就发疯式的狂喊 呼吸 没有人搭理她 所以你说她 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非人的折磨和遭遇呢 这些迫害 这些迫害我觉得这里边你要分析的话 肯定是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因为那么美丽的女演员 那么年轻漂亮 又没有这个家庭 就说没有丈夫 当时还没有结婚嘛 那么为什么会用各种政治名义来迫害她 有人说她后来在封了以后 曾经在公开场合 这个否定文革 攻击江青 那当然当人已经遭受那样的精神 错乱迫害的时候 她当然会说出一些 看出来不合常规的话 也有人说她没有被逼疯的时候 头脑还清醒的时候 就攻击中央文革 痛恨文革 也说了江青的坏话 如果就算是这些是真的 也不至于把她逼成那样 就是当时呢 我觉得肯定当地的人 她本单位的人是别有歧途 然后呢利用这个事情 到底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因为她后来可能当她精神不正常 也失忆了 出现了严重的幻听 她经常在幻听中跟着她仇恨的人 对话 那种仇恨就是给人感觉就是 恨不得杀死对方 所以我想呢 那她一定是由她所痛恨的人 但是谁呢 似乎她周边的人都不知道 肯定是有人这个柔令了她 强奸了她 甚至轮奸了她 这些事呢 好像为了保护 她所在单位的一些领导人 还有这个 后来说是保护杨立坤及其家人 这些事都没有人真正说出来 到今天都是个谜 我不相信在她整个被迫害的 那几年里边 到后来她已经失去正常的思维 神志和记忆的情况下 没有人占她的便宜 这么年轻漂亮的女演员 没有一个人在性上 对她进行性侵虐待 淫秽的这个或讲性侮辱 真的没有吗 这是最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有关杨立坤的文字资料 恰恰这一块是空白呢 我就觉得中共呢 中共当局到今天都没有给一个交代 杨立坤是1942年出生的 到2000年的时候去世 她活了58岁 但是这58岁呢非常的悲惨 因为从二十几岁开始 你想她1942年出生 到了6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她开始遭受迫害了 也就是说25岁就开始遭受迫害 她的大半身都是 后来是残缺不全的 对吧 被迫害以后 可能仅仅过了两三年时间 就她已经这个被逼疯了 所以1971年秋 有一位男青年 叫唐凤楼 唐凤楼是上海人 在家里边也是独苗 那么唐凤楼这个是上海外国医学院毕业的 他当时分在这个广东 一个千辛矿工作 那么有人呢 就有一个姓陈的先生 跟他是俗人 就介绍他认识了杨立坤 当时介绍的时候呢 虽然也说他遭受了迫害 现在呢可能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做了一点预防针 打了一点预防针 但是当他见到杨立坤本人的时候 还是大吃一惊 这哪是荧幕上那种美丽的那个形象啊 就是目光呆滞 这个体态臃肿 这个完全就不像是一个青春少女 完全不像一个未婚女青年 所以当时呢 就是 虽然有一点思想准备 但是见了一面还是大吃一惊 但是杨凤楼呢 还是愿意跟他接触 就是一开始呢 据说 介绍人呢 是让杨凤楼寄了一张照片 给杨立坤看 还有家人也要做参考 那张照片呢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照片 就是杨凤楼 唐凤楼 唐凤楼坐在那儿 戴着一副这个深度眼镜 给人一看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年轻 这个淳朴的一个知识青年 所以呢 据说杨立坤的一眼就看上了这个照片 后来唐凤楼自己回忆的时候说 他说他看上了这张照片 看上的不是我 说他一看就喜欢这张照片 就杨立坤本人同意 然后家里边人都这个积极的推动 最后他们就澄清了 他们结婚呢 是1973年结婚的 那么结婚之后呢 是在 他们结婚是在上海许家会 因为这个唐凤楼的家就在那儿 唐凤楼家里面条件可能算比较好的 而且就这么一个独子 就是当时很多人都疑惑 就是说你这样的话 不是要毁灭自己的这个政治前途吗 因为杨凤楼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 当时被称为臭老酒 但是毕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 然后呢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前途应该还算是比较美好远大的 但是如果取了这样一个说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 杨立坤又是这样一个处于病中状态的人 因为那个他的杨立坤当时得的病叫心阴性抑郁症 这是很难治疗的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疗 那么他经常他有着严重的幻听嘛 他经常感觉到是在跟人对话 他对现实中跟他说话的人 有的时候他或者是不认识或者有错觉 他经常把这个唐凤楼当作他的弟弟 而把另外一个人曾经追求过他的人 当作他自己真的丈夫 那么有人说后来讲究竟在文革中 谁迫害了杨立坤 有几种说法 一种呢叫是顾春雨 顾春雨是曾经跟杨立坤有过一段 这个应该说是顾春雨追求过杨立坤 他原来就是他们同一个歌舞团里边的搞音乐的 那么后来呢 按照顾春雨自己的说法 是由于杨立坤家人反对 不让他跟他见面 然后他家人把杨立坤逼疯了 这样的说法呢 就是因为恋爱造成的这个逼疯的原因 后来很多人都否定了这种说法 但是呢 杨立坤家人也有一种说法 说是顾春雨把他害的 因为说是顾春雨当时呢 是歌舞团 他这个虽然搞音乐 但是呢可能也不是被人那么看好 结果呢 他为了政治上表现自己进步 就是揭发杨立坤 有意的给陷害杨立坤 制造了很多的罪名 把杨立坤逼疯之后 就是说当时吧 就是说这个顾春雨是得利者 他成为他们歌舞团的歌舞会成员 所以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既然他家人这样的来指控顾春雨 那顾春雨是不是 后来有没有受到过调查 或者有没有这个对他进行 一些这个要求他 或者这样对他进行处理 或者进行司法方面的调查 好像都没有吧 就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这个一直是个谜 还有一个说法呢更加不靠谱 说当时是王光美想让这个杨立坤 做他们刘家的儿媳妇 这个似乎是完全是胡扯扯不上边 因为刘元的这个年龄远远的小于杨立坤 杨立坤是1942年出生的 你想想刘元是哪一年出生的 所以差距太大 再加上刘少奇的其他几个儿子 也不是王光美生的 那么如果不是王光美生的 王光美何必因为要给哪一个儿子来 这个娶个媳妇来做这样的事 再说文革开始以后 王光美的这个家族整个都遭受了迫害 所以这个呢更加的无稽之谈 那么所以有人讲说是迫害杨立坤的是江青 这个呢也过于牵强了 因为江青作为中央文革的负责人之一 他呢对身在云南昆明的这个杨立坤 他不会下直接的指令去迫害他 这个我想这个有些东西什么事都把这个罪恶都推到四人帮身上 推到江青身上 这是一种过度的转移 所以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事情啊 到今天还没有揭开 那就说明这个所谓波乱 波乱反正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都是不愿意揭开 或者不能揭开的 那么很不幸啊杨立坤他后来他的神志有的时候是清醒的 有的时候又是病人 就是一直没有全好 当他比较清醒的时候 他说话态度和善 而且呢他的那个记忆力或者这样智力并不算很差 这个唐凤楼回忆说当时跟他讨论 就是那时候刚刚还刚认识 认识在71年秋天认识杨立坤之后 他们曾经有通信有的时候见面 见面的时候一起讨论这个杨立坤喜欢看的文学作品 普希金的上位的女儿 其中讲到一个具体人物的时候 唐凤楼说错名字了 结果呢这个杨立坤立即就纠正了 就说明这唐凤楼就感觉啊 这个杨立坤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就是完全失去了记忆 或者讲完全智力就趋近于零 他说不是那样子的 他有的时候看起来还挺正常 那么杨立坤在家里面排行老九 所以呢唐凤楼一般都称他小九 那么反过来他称唐凤楼就是凤楼 他们感情是非常好的 他们两个是没有真正发生过严重的争吵 但是后来呢唐凤楼回忆 包括在公开的采访中都告诉大家 说他跟杨立坤的这个婚姻啊 这个婚姻呢不是那种亲亲我我的浪漫的爱情 他只是两个人这样的一种悲欢的经历 他说我们没有爱情我们只有悲欢的经历 所以他这样说的话一定有他的道理 包括媒体曾经长篇采访啊很多的文章 发表的时候要求说说唐凤楼跟这个杨立坤之间的爱情 他否认他说不要用爱情要用悲欢 他一定说用爱情的话这个文章就不要发表了 所以他就公开的一直说他们没有爱情 那么有的时候杨立坤甚至去找别的以前追求过他的男人 好像在幻觉中那些人才是他的丈夫 而这个唐凤楼只是他的弟弟 所以这一点呢唐凤楼实在受不了 差点要跟他分开 但是后来他又能够就是说说服自己说 不要跟一个病人去较真 因为病人他很多的行为 并不代表他这个真正的这种思考和判断 他是一种这个受到病痛或者是其他的因素的影响 病患的影响 所以呢这没办法 那么他们后来生了一对双胞胎 也就是在结婚一年多以后就生了一对双胞胎 那就是74年 这对双胞胎现在长大了 这个两个儿子都跟着唐凤楼在他的企业工作 那么唐凤楼后来80年代下海还算是比较成功 挣了很多的钱可以买三套房子 当时买了别墅非常漂亮的别墅给杨立坤 他想让他住 但是呢杨立坤绝对不能接受那些突如其来的财富和好处 那样他会内心更加的惊恐 他觉得这个是可能灾难的开始 所以呢 虽然唐凤楼试探了多少次 想让他住到别墅里面去 但是呢每一次都跟他讲他都无法接受 他觉得坐这样的楼的人应该是资本家 是资产阶级 他是不能住的 他要住的话会有危险 包括唐凤楼过去挣了很大一笔钱 30万第一次很高兴拿给他看的时候 当时这个杨立坤都呆了 都觉得这个钱是要带来灾难之祸的 所以呢绝对不会接受 后来他看他实在无法接受 就只好解释说这个钱是给公司公家出差 买设备用的 所以这样的话才能解释过去 所以呢一直到杨立坤死 都没有真正住上他们家最好的一套别墅 只是住了他过去买的公寓 就是杨凤楼买的公寓 但是呢他跟杨立坤讲的时候 就是唐凤楼买的公寓 他跟杨立坤讲的时候说 这个房子是公家为了照顾 特地调整的三十两厅的房子 但是就住那个房子他已经非常的满足 他不愿意住那些别墅 其实杨立坤呢虽然有病 但是呢他还是怀念自己的家乡 他说他们的家乡太美了 一定要说将来有机会 要带着唐凤楼回去看一看 他们的家乡非常美 他们有很多的土特产 他们的这个各种水果 他讲起来的时候呢感情非常的真挚 就是说让听的人都感到很受感动 但是一直到他死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后来他死了之后呢 是唐凤楼带着两个儿子去他的家乡去探访 去跟他过去那些乡亲们见面 那么就是有很多发现那么多的人真正的热爱杨立坤 就是他已经在荧幕上消失了这么多年 中国的那些老一代的人并没有忘记他 就是说这样一位本来要是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中 应该说是成为演艺界的明星 能够享受很多人们无法享受的特殊的待遇 或者是观众的这种爱戴和欢迎 可惜啊他在处于中国的那样一个时代 就是一个本来跟政治没有什么多少关联的女演员 居然被政治迫害到那样一个程度 当然这是一个大的外部环境 我们不是说他的不幸就是直接由政治原因造成的 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性的政治背景 所以呢才有人用戒指来对他进行迫害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或者忽略中国人人性中的恶 其实迫害他的对他造成最大伤害的恰恰是他周围认识他的人 那些认识他的人里边有人就是借着政治的名义 干了非常肮脏这个丧尽天良的事情 把他摧残成精神病 我觉得这个杨立坤这件事情啊 这个当地的人应该追查责任者应该追查责任者 就是说当时对他进行迫害的那些 那些各委会的领导啊那些造反派的那些负责人啊 对他进行人生侮辱 对他进行批斗折磨的那些人里边 难道周围的人都不知道吗 为什么没有人举报啊 这些人好好的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制裁呢 包括法律的这种制裁 如果不能进行法律制裁 就是这种道德的审判也应该持续啊 甚至对这些人就是他后来这些人 难道没有良心的这种自行吗 没有一个人忏悔 没有一个人认罪 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忘记 千万不要忘记这位女演员杨立坤 他的不幸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不幸 应该是中国人的耻辱 华人的这种不可忘记的痛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不能长篇大论的来谈 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呢有时间 上网搜索一下五朵金花 搜索一下这个阿司马的电影看一看 并不是说你就喜欢共产党 那个文化中那些作品 有一些这个有人说是替共产党洗地呀 或者是那样的宣传片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看那个时代中的那个人 对吧 你不要说用简单的两分法 把旧社会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说成 那个地方整个社会美好人 整个社会中的一切东西都是丑恶的 都是黑暗的 这种说法也过于极端 即便是在那种专制迫害的那种社会中 还是有美好的人美好的事 美好的事件 所以这东西呢我们不是说就不能 一点不能看一点不能沾 自己要有一个反省的意识 有一种辨别的识别的能力 所以这一点呢 即便是在美好的自由开放的社会中 难道就没有丑恶的东西吗 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 瑞士挪威难道就没有丑恶的东西吗 所以不要那么简单的两分法 好的就是全部都好百分之百好 不好的地方就百分之百的就是恶 所以这点呢我在在过去文革期间 小时候学到那些政治宣传那些论调 我就不相信 说旧社会就是天是黑层层的天 地是什么什么的地 然后所有的人都是那么恶 这个说法完全不相信 因为我的这个家里边很多人 包括我的这个外祖父外祖母 还有很多亲戚 他们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 他们跟我谈到所谓旧社会的时候 也就是1949年以前的时候 并没有用那些恶毒的字眼 而且他们还非常怀念过去 他们对共产党这个新的社会 新社会里边 他也没有说觉得特别的多么好 但是他们在我面前 也不敢说太多的坏话 只是有的时候发发牢骚 嘀咕几句 他生怕一个孩子在外面不注意说出去 所以呢我觉得到今天 我们仍然是这样子 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 和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 要做一些客观的理性的分析 而不是人云亦云 不是简单的两分法 黑白皆然分明 好的 先说到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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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